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定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怪物世界里的独眼小伙为了获得幸福 于是拼命打工赚钱去整容的电影 故事一开始,男主小明就拿着一支笔 在自己脸上换了一只眼睛 可是哗啦一声,一桶水淋湿了他 水桶也被人敲在了他脑袋上 而其他人脸上都挂着嘲笑 嬉闹声在他耳边环绕着 待他拔出水桶时,眼前就只剩下一滩水了 他望着水中自己的样子叹了一口气 突然一阵风吹过,一张纸盖在了他苦闷的脸上 上面竟然写着神奇改造 他想象着自己不再是独眼了 和正常人一样拥有双眼,赢得周围人的仰慕 于是十分开心地蹦跳着向远方而去 经过跋山涉水,欧卡拉挡在眼前的最后一片叶子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他浮烂着这个繁华的地方 终于找到了纸上的那家店 拉开了美丽新世界的大门 但不一会儿,他就被扔了出来 同时被扔出来的含有几颗硬币 因为他没有看到宣传单上高昂的价格 正到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看到贴在电线杆上的高薪聘器 于是接受了这份工作 他要为漂漂长发的魔女梳理头发 还要给脖子又长又软的妖怪扶脖子 甚至是帮浑身长满眼睛的人滴眼药水 可最后得到的却与付出并不相符的工资 就在他饿得骨瘦如柴 摇摇晃晃地走在大街上时 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肥厚的胸膛 闭着眼睛的男子慢慢睁开双眼 看着撞到他身上的独眼怪 开心地拉着他转圈圈 然后来到一个妖怪们的舞台上 其他妖怪羡慕后 当幕布再次拉开 只有独眼怪呆呆地站在那里 全场观众静静地看着他 只见他举手面无表情地 模仿了一种动物的叫声 引得观众一片红堂大笑 幕后他挣脱了脖子上的束缚 跌坐在椅子上 泪水蓄满了他的眼睛 一颗颗的滴落下来 他拿着宣传单和公司奔向外面 突然雨淋淋淋淋地吓了起来 他听到有小孩子的哭喊声 在小巷子里 两个独眼怪正在欺负一个小女孩 这时闪电在他的脸上 留下了错落的光影 让他看起来格外的恐怖 吓得那两个独眼怪哭喊着跑走了 这个小女孩有着一双眼睛 但是上面还被单独画了一只眼睛 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 他本想掏钱给女孩 最后还是带着钱转身离开 可女孩伸出手揪住了她的衣角 她的脑海里闪过了许多自己的心理 因为自己的外貌被族人嘲笑 得不到幸福 最后她还是选择离开了 只留下女孩蜷缩着避雨 雨停了 女孩依然在那里 突然一把伞出现在她的面前 当她抬头直 看到向她伸出手的独眼怪 大手牵着小手 一起走在月光下 向着幸福前进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今天我们讲到怪物也能拥有幸福吗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